在全世界羽毛球迷关注下,2017羽毛球市锦赛重头戏南单决赛在林丹和安赛龙之间展开,比赛双方一个是王朝的捍卫者,一个是新秩序的挑战者,都想通过战胜对方来创造自己的神话。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中,相比较林丹的磕磕绊绊,安赛龙还是显得顺风顺水,只有在和台湾选手周天成比赛中显得吃力了一点,打满了三局,其他都是轻松横扫。 这其中包括我们的陈龙,两人之前有过几次交手,胜负率差不多,在里约奥运会上林丹就是被安赛龙淘汰出局的,媒体都把这场比赛形容为林丹的复仇之战和安赛龙的证明之战,比赛一开始就进入火爆节奏,林丹和安赛龙的目标都是一致的,就是抢开局,得开局者得天下。 由于身高和体能上的优势,安赛龙各种扣杀狂轰烂炸,比丹麦选手大十岁的林丹赛前也做了针对性部署,打掉结合不断攻击对手防守空荡,利用往前小球技术尽量跟对手周旋。 只不过安赛龙相比林丹之前碰到的几个对手完全超出一个级别,林丹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堪堪和他打平,两人一路打到19平,林丹抢先拿到局点但没把握住,被安赛龙反戈一击,22比20先下一城。 当林丹输掉第一局的时候,和善先生一起看球的几个羽毛球教练都认为比赛大局已定,林丹第一局就已经耗尽大半体能和心力,如果输了不仅是比分上的落差,还有心理和情绪上的波动,直接影响后面的发挥。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局,林丹体能上的劣势进险,明显跟不上安赛龙的节奏,丹麦选手进攻更加犀利,迫使林丹疲于运辅和不断飞身就球,一度将双方比分分插拉大到7分。 虽然林丹凭借个人技术和经验强力反扑,但还是改变不了结果,最终16比21输掉第二局,安赛龙总分2比0战胜林丹,超级丹的世界大赛20贯梦碎,安赛龙的世界大赛第一贯梦人, 丹麦人喜极而弃,他们终于打破了中国人对这个项目的垄断,终于在世锦赛上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林丹,从安赛龙到丹麦球迷怕这一天已经好长时间,安赛龙更是直言林丹是他的偶像,战胜偶像是他一直的梦想,不光我们中国人习惯林丹夺冠,就连外国人似乎也觉得林丹在羽毛球上,称王称霸天经地义,在颁奖环节赛事组委会官员甚至错把一个冠军小模型发给林丹, 这也难怪他们,过去八届世锦赛冠军奖杯都给了中国人,其中有五个就给了林丹,林丹对自己未能夺冠,虽然感到一看,但还是比较看开的,认为自己犯错被对方抓住了机会,我不去找任何理由,马上调整好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,好好准备全运会,再之后是日本公开赛,时间连得很紧,希望尽快将状态调整得好一些, 他有种称赛安赛龙在23岁,拿到世锦赛冠军很了不起,但也提醒丹麦人接下来打比赛更要全力以赴,因为你现在成了大家挑战的把子,如果思想上开小差,很有可能被排名低逼选手暴乱击败, 善先生由此不禁想到,我们中国羽毛球男丹,除了林丹和陈龙,找不到一个可以和安赛龙正面抗衡的球员,以前我们一直说要寻找和培养林丹接班人,但这么多年下来,林丹还是那个林丹,除了年龄大点其他什么都没变,而我们给他找的所谓接班人你来我往,没有一个让大家满意,中国羽毛球队最接近林丹的陈龙也28岁了,状态依然时尚时下,缺乏林丹的霸气和狠近,相比较而言, 安赛龙更像是年轻版的林丹,而他今年只有23岁,以前中国古代君王给陈明发一块叫单书铁券的牌子,用来免死保平安,林丹这些年就相当于胜利女神发给中国羽毛球的单书铁券,碰到大赛就把这块牌子挂起来屡是不爽,不自觉对林丹王朝产生了很大依赖性,导致我们内部正常的改朝换代一再拖延,现在好了,我们一直改不了自己这个朝, 就要被安赛龙这个外人来换这个袋了,本文气善先生团队独家稿件